临近春节,爸爸说要过寿,姐姐们带着大理风光回了娘家,我也千里迢迢赶了回去。 寿宴那天,全村的人都来了,爸爸却嫌我寒酸,说我其实是野种,还立了字句要跟我断绝关系。 当一辆辆豪车开到院门口时,爸爸又哭着卖惨,求我别走。 爸妈同岁,春节前家族群消息震动不停。 三天要钱,两天要米的爸爸打来电话。 老大老二,老三,今年我和你妈六十大寿,要大办一场哈,早点回来帮忙。 特别是老三,最没用的就是你,一年到头前挣不到一分,赶紧给劳资滚回来喂猪。 我就是那个老三,看到消息我直接翻了个白眼,随手签下了一笔千万订单。 而且她的生日在下半年,妈妈才是大年初六过生。 老妈不爱热闹,这个寿宴怕是爸爸敛财收礼想榨干我们的借口。 大姐二姐嫁的老公都不错,这几年赚了不少钱。 看到消息,他们火速回复,收到。 两位姐夫直接开了小群私聊,讨论宴席该办多少桌, 礼金要送几万,甚至还说要请明星表演。 我平日太忙,又不想麻烦他们,于是直接打字。 两位姐夫看着办吧,我单独送,不用把我算在一起。 一看我这态度,他们马上开始冷嘲,还言语调戏。 都是亲女儿,三位咋的搞特殊啊。 难道你跟你姐姐有啥不一样? 嘻嘻,就是,没钱姐夫也不会怪你。 你懂事点,多跑跑腿,姐夫们给你垫点钱,也不是不可以。 大姐不满道,父母养你这么大,你可别让他们二老寒了心。 我,咋的? 单独送礼就寒心,跟你们一起送就暖心。 大姐语色,二姐接着聊。 我们当姐姐的都是为你好,三姐妹一起送那得多好看,父母脸上有光,我们也能落得别人羡慕。 我了然,哦,原来姐姐姐夫们是为了做面子啊。 聊天屏幕按了一会儿,没人说话,我想了想做了决定。 大姐二姐,你们要送多大礼都可以。 我有自己的打算,你们放心,绝对不会丢了父母的脸。 我的意思很明显,别来沾边我。 大姐夫阴阳怪气,发来语音。 哎哟哟,三妹长大了,我们就别管人家了。 看他能送多大礼吧,别到时候被赶出家门,可怪不了我们。 我不甘示弱,那姐夫记得戴一副度数糕点的眼镜哦,免得瞎眼看不清。 发了个略略略的表情后,我退了群。 也不是我不尽人情,实在是每次好人都是他们做,背锅的从来只有我。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村里宴席作寿攀比之风盛行,哪怕有些人家穷,子女拿不出钱,也得打肿脸充胖子。 姐姐们大概是忘记了,爸爸五十岁时逼着他们借钱送礼的场景了,那时候我还小,为了她的面子,还差点被她卖给了邻村的瘸子。 是妈妈以死向逼,我才逃过一劫,可宴席过后,爸爸秋后算账,我妈被她打得遍体鳞伤,落下一身的病根。 看在妈妈的面子上,我决定提前一周回去,给她置半点金银首饰什么的。 结婚几十年,爸爸把钱捏得死紧,妈妈一根银链子都没得到过,就着我爸还老嚷嚷着她没钱。 日子过得跟无保护似的,我寻思难道她把钱拿去养小三了? 镇上就有金店,我先买了项链戒指和手镯,正准备付款时身后响起熟悉的声音。 这不是奖元吗?赚钱了?买得起黄金了? 三姑拉过我的身子上下打量,表姐跟在她身后,尴尬地朝我笑笑。 三姑好,我笑着打招呼,她打量完我,又朝柜台看去,嘖嘖,看这金链子细得,真寒酸。 说完她扔了项链,还炫耀式地仰起头,我这才看见她脖子上的大粗链条,差点没笑出声。 哇,三姑这链子真好,我假货都不敢买这么大的。 那是,你那点钱购买啥?这是你表哥孝敬我的,你妈没儿子,可不能比。 看着一旁表姐修脑的脸,我忍不住道,是吗? 表哥对您真好,真孝顺,可不是吗?一条假货,差点没笑死。 三姑跟我一起回了家,妈妈老远就跑过来帮我拿行李,心疼地挽着我说,远远瘦了。 我爸坐在牌桌上头也没抬,开口就是叫我赶紧去喂猪。 我看看自己的手,虽说近几年悄悄投资的养猪场赚了不少钱,但猪仔们还没资格让本小姐亲自喂养。 我掏出一叠钱,趴得扔在桌上。 爸,要不你去喂? 他吓了一跳,正要发火,我妈指指桌上的钱,她瞬间哈哈笑换了一张脸,自己去喂了。 一万块换来我妈休息一天很值。 晚上我当着来帮忙的相亲的面亲手送了妈妈三斤,三姑说我闲眼包。 没办法,如果悄悄送,爸爸又会把值钱的都收走,私吞了。 老三,你现在在哪里上班?多少钱一个月? 怎么没给老子祭典回来? 见我出手大方,爸爸一脸怀疑,恨不得我将裤兜翻给他看,生怕我藏了巨款。 没工作,我辞职了。 听到这话,他顿时火了。 辞职? 那就是没钱了,没钱你还敢指使你老子喂猪。 说着他拳头就要落下来,院外突然响起汽车声音。 是大姐二姐,他们回来了,大家围着黑色的大奔和白色的某马吹捧半天。 妈妈陪着我远远地看着,轻声安慰我。 远远也会有的,别羡慕。 嗯,两辆车而已,羡慕不至于,我公司楼下停了一排。 我在姐姐们的脸上看到了得意和众星捧月的优越感。 爸爸享受着左邻右舍的羡慕,热情地招待他的两个好女婿。 我感叹姐夫们的待遇跟十年前的冷板凳天差地别呀。 不过他们贵人多忘事,不介意,那我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大姐二姐从前算是白挨揍了。 他们带回来的礼物堆满了一间屋子, 我特意进去看了看。 不错,包装大,冲冲场面足够了。 真金白银明酒香烟是一样没有。 客厅里,姐夫们正在给老父亲画饼。 爸,你放心好了,歌舞团已经安排好了, 花了这个数,团里还有明星呢。 大姐夫张开五根手指晃晃。 我就纳闷了,哪个明星只花五万能请到? 改天,我得好好看看,以后公司活动就请他了。 二姐夫接着道,不止呢? 我还为咱爸请了焰火团队,白天晚上都放,热闹。 什么?本师的焰火不是被我全部购置了吗? 二姐夫的焰火团队到时候能放啥? 正愣神间,姐姐们那边的谈话声音大了起来。 三妹怎么拿得出手,这黄金也太小了。 妈,别带了,赶紧取下来, 看着像假货,带了伤身体。 二姐说着就要动手,妈妈赶紧捂着脖子阻止。 圆圆的心意,假的我也带。 我感动死了,扑过去拥住妈妈, 歪着脑袋让打麻将的三姑正名。 三姑抽空敷衍,这我可以作证哈, 三丫头买得细是细了点, 但确实是真的, 倒是你们两个丫头,给你妈买啥了? 不得不说,三姑有时候不是单独针对我, 她还爱看大姐二姐的笑话。 二姐兴兴摸了摸鼻子嘟囔, 到时候就知道了, 我们的礼金可不是三妹能拿得出来的。 我倒是有点期待了, 多少钱能大过我的百万巨款。 爸爸说给我分配了房间, 我心里咯噔一下。 果然她指了指楼梯间下面狭小的空间, 等会儿叫你妈给你个毯子, 你就住里面吧。 阴暗的小空间里散发出阵阵霉味, 住一晚能得绝症那种。 她打着哈欠要离开, 我抢先挤到她前面。 我要睡楼上? 不可能。 我不跟已婚的两位姐姐抢大屋子, 但楼上明明还有一个小房间, 装修得极其温馨。 下午放行李时, 我还暗自高兴, 以为爸爸转了兴。 现在看来, 那间屋子的主人另有其人了。 说到楼上那间房, 爸爸脸色大变。 你给劳资想都不要想, 那是留给贵客的。 滚。 最后, 我窝在沙发上, 将就睡了。 睡前还在想什么样的贵客 能占了楼上唯一带厕所的房间呢? 这场宴席, 我是越来越好奇了呢。 为了这次受宴, 爸爸可是下了血本, 宰了两头猪, 积压全杀了。 他指使我洗菜, 洗碗, 打扫卫生。 可今非昔比, 本小姐主打一个没听见, 我笃定她这几天顾着面子, 不会对我怎么样。 哪位是圆圆小姐? 快递员拉着一车, 快递送到了家门口。 我我我。 我挤出人群, 跟着快递小哥一起搬东西, 车上红彤彤一片, 都是我定制的桌布, 灯笼, 条幅, 还有红布, 和寿宴背景KT板。 当所有东西挂满院子, 爸爸盯着背景板上, 祝亲爱的母亲生日快乐, 的字样器的满脸通红。 其实就连纸杯, 条幅, 气球这些装饰品, 我都故意没写任何关于父亲的字眼。 从小他不是家暴我们, 就是打骂妈妈, 在我心里, 他担不起父亲二字。 爸爸抬手, 就想扔了这些布置, 但他迟疑了, 强烈地虚荣心阻止了他。 最后, 他拿着铜色笔在母亲旁边认真描了半天, 加上了父亲二字。 真亏他想得出办法, 歪斜的字体也妄想以假乱真。 转眼到了寿宴前两天, 这天, 村里乡亲都来帮忙了, 院子里足足坐了十几桌, 预计晚上人会更多, 因为离得远的亲戚都陆陆续续提前到了。 除了两位姐姐, 姐夫, 我爸爸所有亲戚都安排住进了镇上的酒店, 挂了大姐夫的帐。 两人一间房, 酒店住得满满当当, 姐夫当场脸都清了, 我捂着嘴偷笑。 活该, 让你冲大老, 险着你了。 可独独有一对母子, 我爸热情地把他们迎到了二楼那个我没住上的房间。 三人进去就关上了门, 我瞧瞧姐姐, 又看看姐夫, 这次他们神色奇怪, 默契的什么也没说。 我跑去厨房问妈妈, 闻言她停下的炒菜的手, 那是你爸远房表妹? 真的吗? 只是表妹, 那为何锅里的菜都糊了? 妈妈还如木偶一般红着眼睛, 像是被抽了魂。 我冷哼, 既然父母缘分已尽, 那我就帮妈妈算了吧。 表姐, 你帮我查查, 我拿出手机给表姐发了信息, 叫她查清楚那个女人所有的底细。 连三姑都不知道表姐其实是在我公司上班, 她平日老被我外派, 所以三姑觉得她女儿也是个没用的无业游民, 日常偏心她那宝贝儿子。 可怜表姐都买了几套房了, 没人享受。 哎, 晚上吃饭, 那对母子也没下来, 说是十二岁的孩子, 舟车劳顿, 累着了。 我爸端着托盘, 挑了些牛肉, 蒸虾, 荤素搭配, 轻手轻脚上了楼。 泽泽, 真是千年铁树开花, 难得一遇啊。 我妈可从来没享受过这种待遇, 婚姻带给她的只有无尽的打骂和折磨。 直到半夜, 我爸都没出过那个房间门。 大姐夫和二姐夫坐在客厅里, 看似平静无波, 实则竖着耳朵听动静呢。 姐姐们觉得在老公面前丢了脸, 早早地回房睡了。 妈妈把我喊到她房里, 然后就供着身子到处翻找。 她从柜子里拿出好几件旧棉衣, 用剪刀轻轻划开。 二十、五十、五万零一百, 她数啊数,数了好久。 圆圆,这里挣挣好五千块, 是妈妈偷偷存的, 后日宴席你拿来送礼, 这样你爸就不会怪你, 给你脸色看了。 妈妈一脸慈爱, 轻轻把那一叠厚厚的钞票放进了我手里, 我眼里如同浸了沙子, 仗得睁不开, 手里细碎的零钱, 好重好重。 鼻头一酸, 我扑到妈妈怀里, 心里发誓这次一定要把她带走。 你们在做什么? 爸爸进来时, 正赶上妈妈往我口袋里塞钱。 他顿时黑了脸, 提着扫帚就要打人, 眼见情势不对, 妈妈赶紧拉开我, 挡在了我身前, 而他自己重重挨了一棍。 爸爸扔了扫帚, 直接揪起妈妈的头发, 脸上横肉抱起。 我说呢, 家里有些账总对不上, 原来身边躺了个贼。 妈妈忍着痛护着我解释, 不是的这些是我捡工人, 不要的瓶子换的, 我心里矩阵。 这些年, 他竟过着捡垃圾赚零用钱的生活。 想到偷偷寄回来的钱, 都进了爸爸的口袋, 我忍不住要抱走还手, 妈妈按着我。 圆圆, 外面人多, 我们算了, 妈妈没事的。 说完他转头扑通, 跪在地上求爸爸, 还说以后卖瓶子的钱都给他。 爸爸私生子都这么大了, 妈妈还过得这么卑微。 这一幕深深地地刺在我的新爸爸上, 我轻轻扶起他。 爸爸不就是要钱吗? 这张卡里不少于这个数。 我扔出一张银行卡, 两手食指交叉, 做了个实的动作。 妈妈紧张地问我哪里来的钱, 是不是委屈自己了? 我摇头笑笑。 爸爸却捧着那张卡, 喜笑颜开, 你管他哪里来的, 就算卖身来的老子也要。 文言妈妈泪流满面, 我暂时也懒得解释了。 爸爸期待已久的寿宴, 终于到日子了。 楼上那对母子, 今日穿金带银, 一身红色旗袍, 相斜着走下楼来。 表姐悄悄将文件带递给我。 你们家这亲戚咋打扮得跟他过生日似的? 那是他这样打扮才称了我的心意呢? 毕竟他这一身都是我爸婚外情的证据。 在一阵哄闹惊叹中, 歌舞团一路吹吹打打进了门, 随之而来的还有两位姐姐的大礼, 好戏终于开场了。 姐夫们张扬又爱面子, 他们请了专业唱礼官, 一身喜气地唱, 李大妈轻轻嗓子, 照着李丹念了起来, 首先是大姐姐家的校女婿刘总, 送西服大衣一套, 随即一套深色西服和女士大衣, 叠得整整齐齐的, 被摆在桌上, 看样子还是同色夫妻款呢, 这新衣服什么的, 难道不是提前给父母穿上? 大姐夫送个衣服也要显摆, 我看着早上, 强烈要求妈妈换上的纯羊绒大衣, 再看看大姐夫送的地摊货, 无语中笑, 女婿刘总送礼盒八件套, 一大堆被包装好的零食搬上了桌, 乍一看很洋气, 实则都是超市打折货, 向女婿竞献知名歌舞表演一场, 我伸着脖子, 看向那一群正在舞台边化妆的大妈们, 说好的明星呢, 不会就是舞台后那个闭着眼, 故作深沉的大叔吧, 这寥寥数人的西洋红歌舞团, 吸得爸爸满脸红光, 听着宾客们恭维的话, 他掏出一盒烟道出发, 接着重磅来了, 我原以为大姐夫会三五几万, 豪气扔上桌, 谁料理官继续唱道刘总礼金五千, 扑我嘴里的水笑喷了, 五千也能称老总, 我爸瞬间转过老脸, 他看大姐夫时, 眼睛的怒火都快喷出来了, 大姐夫和大姐挪过去对他耳语几句, 他脸色才有所好转, 接着便是二姐夫的, 向女婿陈总送杜金名贵茶具一套, 我一看普通市场或茶具还悲剧呢, 向女婿陈总送小车一辆, 什么这么大手笔, 我随着众人的眼睛望过去, 好家伙三轮小斗车扎着大红花, 正在被众人围观中, 惹得隔壁贫困户一脸羡慕, 肖女婿送宴火盛, 宴一场表姐再三确认过, 附近仅存焰火, 都被我买光了, 二姐夫难道从室外拉过来的, 当一群人抬着几大筐火炮过来时, 我惊呆了, 宾客们惊呼, 鞭炮倒是不少, 冲天的焰火都是手持的, 看来我这二姐夫也是用了心的, 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哈哈, 小女婿礼金六千八百八十八里关, 唱完我看见爸爸再次捏紧的拳头, 二姐和二姐夫愁愁不敢上前, 借口都被大姐夫提前用了, 他们只能硬抗爸爸的怒火, 经过一番自我调节, 爸爸强装了笑脸, 其实这些东西虽然不杂的, 但是礼金也不少了, 以姐夫们的情况来说, 他们已经尽力了, 众人起哄要看看小女儿送的礼, 爸爸眼里寒光射向我, 妈妈起身赶紧站在我身前, 她对起哄的相亲抱歉, 圆圆还未出嫁, 没嫁人的女儿, 我们家不兴送礼的, 寒风中, 妈妈顶着爸爸凛冽的镰刀, 紧紧护着我, 我心疼万分, 正要开口, 旁边突然窜出来个小男孩, 将我挤到一边, 爸爸爸爸, 小宝才有大礼送给你呢, 叫小宝的男孩拉着我爸, 一声一声爸爸, 惊得在场的人下巴都掉了, 文言妈妈再也忍不住, 躲在我身后默默擦眼泪, 姐姐姐夫们是知道的, 线下也是一脸尴尬, 农村爱吃瓜, 看热闹的不少, 此刻大家也是议论纷纷, 面对乡亲们的吃瓜议论, 爸爸干脆一把拉过孩子, 宠溺地亲了亲, 他解释道这是我收的干儿子, 叫蒋小宝, 小宝真乖, 知道孝顺, 爸爸乡亲们还是生儿子好啊, 哈哈哈哈, 这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 简直快笑, 掉大家的大牙, 只不过接下来, 宾客们都是私下八卦了, 小宝他妈理会出手不凡, 直接端出红色托盘, 上面不多不少, 正好十万, 我冷笑一大早, 我手机里就不停传来了取款信息, 十万元取得一毛不剩, 原来, 我这好爸爸为了给他私生子充面子, 取光了我给他的钱, 再看看我们这些当女儿的, 付出再多都不如出生就代把的, 爸爸, 换上了大姐夫送的新西服, 夫妻同款女士大衣穿到了李慧身上, 二姐夫送的小三轮, 被蒋小宝当作玩具, 又推又拉, 不一会儿就摔得掉七掉灵箭, 我终于在姐夫们的脸上, 看到了对爸爸的不满, 临近中午, 爸爸偷偷地对村里最爱搞事的王二, 说着什么, 说完看向我, 不一会儿, 王二大声闹到讲三女, 连你爸干儿子都送大礼了, 你这做亲女儿的咋一点表示都没有, 他叼着烟坐在树叉上, 这一嗓子, 全院里的人都听到了, 都在等着看我笑话呢, 妈妈开始紧张起来, 我们娘俩的口袋, 在前夜可都是爸爸被榨干了的, 姐夫嘲讽我三妹, 我和你大姐口袋还有两千现金, 要不你先拿去充个面子, 我不明白, 为什么爸爸能对亲女儿的, 做到这种地步, 至亲的姐姐姐夫也犹如陌生人, 想招法让别人看我笑话, 我感受到他们满满的恶意, 递了个眼色给表姐, 表姐站到礼金台边, 拿起了话筒, 高挑的她今日特地化了妆, 整个人耀眼又美丽, 三姑看愣了眼, 回过神想去拉, 被我阻止, 我心里冷笑, 既然爸爸喜欢大礼, 那我就送, 她个终身难忘的吧, 还还受表妹蒋元委托, 我来宣读本次宴会送给舅舅的大礼, 为感念父恩孝女, 蒋元大礼献上, 十多年前, 蒋父出轨远房表妹礼会, 期间买房买车花销数十万, 不久礼会生下野种, 父亲又置办学区房一套, 金银首饰若干, 父亲借着外出工作的理由, 平日里大部分时间, 与李慧母子住在一起生活, 偶一次回家, 便是对母亲的谩骂与殴打, 在众人张大嘴的惊叹中, 表姐准备翻篇继续读, 爸爸反应过来, 冲出去就要抢稿子, 三姑张开双臂, 站在礼台边拦着不让她过去, 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女儿, 她平日虽看不上表姐, 但此刻她护载的样子真帅, 爸爸自然不敢跟三姑动手, 转过头红着眼镜冲向我, 蒋元你才是个野种孽种, 老子要给你断绝关系, 滚出去大庭广众之下, 她竟辱骂我, 还提了凳子想要砸我, 幸好有村民拦下了她, 爸爸见谁都动不了她, 怒火中烧好好好, 都敢整你老子了, 老子就是多娶了个老婆怎么了, 谁叫你妈不争气, 生了你们三个不孝的东西, 老子今天就休了她, 你能拿老子怎么样? 她耿着脖子, 一脸得意耍无赖的样子, 料定我妈不敢跟她离婚, 我问妈妈愿意吗? 她低着头抹泪不说话, 我明白妈妈是怕给我负担太重, 她不想拖累了女儿们, 我安抚妈妈, 并承诺离婚后妈妈跟着我, 不用任何人花一分钱, 妈妈猛地抬头, 泪如雨下, 表姐读完爸爸的罪行, 当场从文件带, 掏出离婚协议和亲子断绝书, 爸爸迟疑, 不愿意签字, 我笑着告诉她可以选择, 要么分割夫妻财产离婚, 要么就告她重婚离婚, 她决然选择了分割财产离婚, 爸爸转移了大部分财产, 所以妈妈只得到零星一点存款, 不过我不在意, 只要能脱离她, 就是好事, 大姐二姐怪我不该戳破家里的丑事, 这下好了, 老妈啥也没得到, 咱们家的脸也被你丢光了, 他们把所有的错都归咎到我身上, 我回堆姐姐们这么喜欢爸爸, 那就跟爸爸一个户口本吧, 我反正跟着妈妈, 他们不说话, 算是默认, 毕竟爸爸手上有家底, 为保险起见, 我特意提前请了民政局工作人员吃酒, 他们一直在角落里等着呢, 好好的寿宴变成了离婚宴, 我要求宴席分成两边, 中间临时用竹竿分割, 至于坐哪边, 随客人意愿, 宾客们第一次见这样的情况, 都随着姐姐们选了爸爸那边, 一时间, 我妈这边竟只有三姑几人, 这时表姐又拿起了话筒站在高处, 各位亲朋好友, 今日虽说闹了小插曲, 但寿宴依旧属于王芳岚女士个人的, 六十大寿正式开始, 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 蒋远女士感恩慈母, 将送上大礼, 接下来先有请贵宾, 避避避, 院外传来喇叭声, 听说有贵客, 宾客们涌到公路边看热闹, 除了三姑一家, 我爸那边的亲戚, 还有姐姐姐夫都一脸不屑, 我妈在蒋家多年, 哪有什么贵客, 只是他们没想到, 我妈此生注定是要大富大贵的, 因为她身后有我, 一辆辆小货车, 拉着名贵烟酒焰火礼炮歌舞剧团停在, 了公路前面, 紧接着便是豪车跑车时数量, 将公路堵得死死的, 表姐脸上扬起得意的笑, 展开长长的, 李丹机动开赌, 南南演绎, 礼金八万八千, 江城货氏集团金佛一对, 江城万宁企业礼金一百八十八万元, 集科技房产一套, 礼金八百八十八万, 天哪, 我耳朵坏了吧, 多少什么, 啥子情况, 谁的面子这么大呀, 这莫不是王芳兰娘屋的人, 不可能啊, 他娘家穷得怕是车费都没有, 大姐夫腿都软了, 三位你找的人冒充的吧, 贵宾们下车, 李丹还在继续, 群众已经沸腾, 我就站在院门口高高的阶梯之上, 笑看着这人间冷暖, 人们对来宾停头论足, 见人下菜碟, 南南演绎可是培养明星的呀, 天哪, 他们金牌经纪人拥抱蒋元了, 卖珠宝的护士也来了, 蒋三女好大的面子, 这算什么, 你们看那原籍科技下来, 那个中年男人, 那就是电视上常出现的总经理齐总, 嘖嘖, 不知道他跟蒋元是不是那种关系, 熙熙齐鸣舔着啤酒肚, 向我走过来时, 周围人群看我的眼神充满暧昧, 大姐夫阴阳怪气, 三妹干得漂亮, 攀上土肥园, 这样就能少奋斗几十年幽, 他竖起大拇指, 当着大姐的面眼路猥琐, 大姐狠狠挖了我一眼, 站在中间, 阻断了姐夫看我的视线, 这时, 我那刚抛弃妻女的爸爸, 也小跑过来, 他对我不满道你这死丫头, 攀上了齐总也不说, 还不快去扶齐总过来, 说完竟是大力推我向前, 表姐冲过来稳住我, 怒视我爸舅舅, 你太过分了, 我爸也怒了, 你俩丫头骗子眼里有没有长辈感, 紧接客别丢了蒋家脸, 三姑健壮, 过来护住表姐, 推丧之间, 齐明一声怒吼助手, 谁敢对我公司大总裁动手, 他身形肥胖, 中气十足, 人群果然安静下来, 刚刚齐总说了啥子, 大总裁是谁, 在拿我爸哈着腰上前, 想握齐明的手, 可此时, 宾客们口中的齐总, 一把扶开我爸的手, 正对我鞠躬道歉, 原总不好意思, 路上堵车来迟了, 在大家震惊的眼神中, 他带着公司高层齐齐, 向我问好, 二十来个人站了几排, 一溜的黑色西服, 原总好众人整齐地跟排练过似的, 表姐低声说, 这是他特意嘱咐过的流程, 我爸张大嘴, 下巴都快合不上了, 宾客中一阵阵吸气声, 蒋元竟是大总裁, 不得了了, 我们村出了个富豪, 赶紧拍下来发朋友圈, 天哪,蒋元可是我校友, 我也拍什么校友, 你高人家八戒, 他跟我才是校友, 我们小时候还拉过手呢, 人们惯会见风使舵, 此时大家都念起了我的往事, 想起了我的优点, 甚至想方设法地要跟我沾亲带故, 爸爸还站在原地待入木鸡, 姐姐姐姐夫摇头后退, 直呼不可能, 表姐很满意大家的反应, 直接宣布了我真正的身份, 重新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便是原籍科技大总裁蒋元小姐, 所有人举起手机惊呼, 现场人群沸腾, 亲戚们涌过来要跟我合影, 爸爸被挤翻倒地, 甚至还被踩了几脚, 可我看见了妈妈, 她依然站在院内, 人群差点将她淹没, 她努力将脚尖垫在摇晃的石头上, 吃力地吻着身体, 眼里闪耀着泪花和心疼, 只有妈妈会关心我这些年来经历了什么, 只有在妈妈的脸上, 我才能看见心疼, 我鼻子一酸,叫停了众人, 阻止了这现实的荒唐, 我只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并不是天王老子, 不爱炫耀面子这套。 表姐宣布, 宴席开始, 齐鸣主动揽过后面所有要做的事, 我拉着妈妈坐在新搭建的舞台边, 告诉她接下来, 只管享受这属于她个人的好日子, 爸爸舔着脸, 坐在了我们母女旁边, 只是已经破裂的家庭, 血亲之间也只剩相顾无言, 许是害怕我爸回归家庭, 理会母子突然过来拉走了我爸。 离开时, 我看到了爸爸眼里, 对钱财的渴望和不甘, 人群纷纷抢着换了位置, 坐到我们这边, 两边的歌舞团也已经就位, 只是这一次, 在大妈和美女之间, 大家选择了转头看美女, 很快专业歌舞团音响设备的声音, 就盖过了大妈, 交响月大姐夫的表情像吃了只苍蝇, 没眼看, 爸爸那边放起了二姐夫送的鞭炮, 声音嘛不大, 几乎听不到, 我们这边白日烟火冲上天际之时, 他们那手持的三瓜粮枣已经放完, 结束了姐姐, 姐夫匆匆给爸爸敬了茶, 便轮到私生子开始拜寿, 一杯清茶, 三言两语, 潦草完事, 完了他就想往我们这边走, 甚至想去拉着妈妈一起上台寿礼, 三姑父翻了个白眼, 压着他坐下, 角落里爸爸神情不满, 毕竟是母亲, 姐姐姐夫们过来也按照流程拜了拜, 妈妈掏出了大红包, 脸上洋溢着幸福, 那时刚刚齐名, 准备得厚厚的一叠, 姐夫们拿得小心翼翼, 低着头, 我能能看到他们脸上的羞愧, 轮到我时, 表姐和我一起跪在了妈妈面前, 深深三鞠躬, 三叩头, 表姐没有要妈妈的红包, 反而掏出一本存折, 里面是那千万礼金, 表姐扬起手展示给众人看, 大家齐齐惊叹, 爸爸眼神血红, 好像在说如果不离婚, 这钱就是她的了, 切蛋糕时, 台下一阵骚动, 原来是爸爸要赶走李慧母子, 想重新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圆圆爸爸错了, 你看我把他们赶走, 你原谅爸爸好不好, 李慧母子竟出奇地听话做事, 难过得要走, 爸爸的心思我要是还猜不到, 那我也白被他揍了, 好啊, 如果爸爸把所有存款, 财产都过到妈妈名下, 那我就原谅你, 果然提到钱, 他耸了说什么过不过的, 你的不都是老子的, 别废话, 那千万礼金赶紧转到我这里来, 你弟弟还要上学呢, 你现在有出息了, 那咱们家唯一的男丁, 也得上最好的学校, 住最好的房子, 毕竟那是你亲弟弟, 说来说去, 还是为了那李慧母子, 我气笑了, 什么咱们家, 我可没有私生子弟弟, 再说了, 您刚刚不是说了我是野种吗, 您还签了字的呢, 我掏出同离婚协议一起签的, 断绝妇女关系的证明, 他一把抢过证明, 撕得细碎, 当着所有亲戚的面, 爸爸还想耍无赖, 姐姐们也怒施我, 讲远你现在贵为老总了, 竟给老爸白起普来, 父母这么多年感情, 你好狠毒的心, 是要强行分离一对年过半百的老人吗, 大姐说得对啊, 我本来的目的就是让妈妈离婚, 我又从表姐那里拿了文件袋, 扔在地上, 上面都是爸爸这些年家报妈妈的证据, 三姑父打开后, 看到妈妈的验伤报告也是红了眼睛, 我复印了无数份, 发给了在场所有的亲朋好友, 姐姐姐夫手里也有, 他们羞愧的脸都红了, 但还是选择了为爸爸去以力争, 这都是你作假, 爸爸下手哪有这么重, 这话说的, 他们自己都没底气下手不忠, 那看来大姐是不记得, 自己的小手指是怎么没的, 二姐不记得, 额头上的疤是爸爸用菜板砸的了, 两位姐夫闻眼表情震惊, 瞪大了眼看着姐姐们, 你不是说自己顽皮切了手, 你不是说小时候跑太快磕到了头, 姐姐们陷入了悲惨的回忆, 突然捂着脸大哭, 再也不说话了, 爸爸指着我鼻子骂, 狗杂种哪个男人不动手, 又没打死你, 好什么啪啪, 不许骂圆圆, 你那私生子才是狗杂种, 妈妈的巴掌打在爸爸脸上, 使我惊呆了, 爸爸也没想到, 争宁着脸就要还手, 今时不同往日, 不用我招呼, 保镖们反手制服了他, 这时烟花也放完了, 爸爸清晰粗鲁的话, 惹恼了一众痴习的男士, 说的什么话, 我就从来没打过媳妇, 都是媳妇打我, 嗯, 就是我也从来没出过轨, 更别说私生子了, 是啊, 在我们家, 女儿才是宝, 老贾尼也太封建了, 宾客相亲纷纷指责他, 中午的席, 大家吃得很不开心, 午饭过后, 宾客们轮流礼貌向我告辞, 人群渐渐散完了, 我拉起要收拾行李的妈妈妈, 那些旧衣服该扔就扔, 别留恋伤身, 姐姐们处在门框边欲言又止, 我懒得理他俩, 都是亲姐妹, 脑子清楚了再来找我, 刚走出白米远, 身后就传来爸爸凄惨的哭声, 方兰圆圆, 求你们别走, 我离不开你们哪, 爸爸扑过来抱住我妈的腿, 可笑的是, 他身后还跟着李慧母子, 妈妈也红了眼, 他想拉爸爸, 我并未阻止, 很多事必须他自己想, 自己决定, 有些人你给他一万次机会, 他也不会改, 只会变本加厉, 我希望妈妈能明白, 蒋小宝的哭声响起, 妈妈一愣, 他看了看跟爸爸穿着 铜色外套的李慧, 又环视这个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家, 最后一脚踢开爸爸, 正当我以为妈妈要决定离开时, 他却说他不走了, 我舍不得那几块菜地, 也舍不得我的左邻右舍, 怨怨妈妈不走了, 我惊讶张嘴, 他却说憋屈了一辈子, 他不甘心, 起初我不明白妈妈的话, 直到他拿起打狗棍, 把爸爸一家赶到了隔壁就红砖楼里, 跟爸爸做起了邻居, 那一巴掌后, 妈妈不再忍辱负重, 爸爸稍有不对, 迎接他的便是妈妈的嘲讽和贬低, 妈妈从不为难理会母子, 甚至还给他们送好吃的, 其实都是他不喜欢或者吃剩的, 爸爸为了钱, 为了讨好我妈, 总是说李慧的不是, 我妈稍微咳嗽一声, 都怪到李慧头上, 顽皮的蒋小宝也跟他作对, 他打了心疼, 只能把气撒在李慧身上, 妈妈说要请个保姆, 爸爸直接把李慧推了出来, 方兰让李慧给你做事, 他什么都会, 我妈特意买了两只小猪, 还有一群鸭子, 爸爸健壮, 将打猪草煮猪时的活都懒了, 只为我妈手里露下的那一点, 零钱蒋小宝没考上高中, 还交了女朋友, 我爸头疼不已, 求到我妈头上, 妈妈又承包了一片山头种果树, 爸爸每日咬牙挑粪浇水, 终于小宝花钱上了个理想的职高, 小宝结婚那天, 爸爸在后院抓到了偷情的李慧, 年轻的李慧常言挨打, 早就过不惯这样的日子了, 在未来亲家上门提亲时, 他和女方的爸爸看对了眼, 两人私下裹到了一起, 妈妈特意在婚礼那天提醒爸爸, 做了一件大好事, 长大的蒋小宝没结成婚, 怨恨上了爸爸, 接走了李慧, 留下老父亲孤家寡人一个, 爸爸对着妈妈感叹芳澜, 幸好你还在我身边, 可是他注定孤独终老了, 妈妈开心地打来电话圆圆, 妈妈想去大城市看看你, 回来接我吧, 正好妈妈马上过生日了, 其实大寿这次我一定好好操办。